是看一下哪张力图呢 呃反正风载不想要角色江西 然后 也不想要龙天撤肩 阿尔法来了个阿尔法不 哎随道第一列的 新鲜的新鲜的对 这张图 怎么说有点久远了 就用用什么呢 对我也在考虑这个 看了这张图 首先想到就用什么车 呃 也不能用太强的 时序好像都上不了 不行 我感觉啊 想起节奏还是比较慢的 要不啊 就是苍瑞或者凯蒂 凯蒂可以 对 苍瑞或者凯蒂 我觉得应该是 苍瑞吧 苍瑞 看手感了这个 对 都行 就是你 包括你说的破风 就这这三辆车在阿尔法总部 呃 都差不多 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嗯 对 就是看个人的手感 喜欢用哪一辆车 但不管是用哪一辆 对于后细的选途用车 没有影响 都没有影响 所以 这张图选出来 也行 就一下给大家的车不会 对 只要是没有没有拳手起高调 上来直接来个什么 速攻完啥的就行 机甲应该不至于 嗯 看吧 手足阿发总部 大家不用车 应该 也愣一下 然后小小纠结一下 对 因为你看 其他赛道 呃就可能融入决斗场嘛 大家也会小纠结一下 要不要上图 那除了这张图以外呢 其实其他图 基本上大家 都是比较趋于 呃 至少是有答案的 黄黄万里奔刘 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 这张图应该是最纠结了 哦 这张图真的不太好拿 嗯 就目前 我们看到的图示上面 应该只有这张图 没有那么确定吧 对 那决斗场的话 也上头练歌 是 或者 以上数人 也行 因为淘粉天歌 现在跟角色交易期 绑还是挺深 有点壮了 嗯 别的图度还好 对 最纠结 看一下吧 这两个选手 会选得到 一个汤瑞 一个凯蒂 咱俩刚才说的车都有 凯蒂 凯蒂的话 感觉还是对抗要更强一点 是 这场败者组的决赛 是 今天两个劳母 还起步 起步 你没出来 哎 风载没弹出来 这个中间的五分钟啊 对于风载来说 休息了好处没休息 今儿打了 而且换了一个对手 风格还不太一样 哇这重合表 两个人就对抗着 进行了两个弯道 是 我这一队 你想找内线 然后自己过完数损失太大了 你们感觉就没延上 节奏乱了呀这一波 有点难找 到这边断空下来 ECU再释放 又蹭掉一回来 感觉ECU点的这个 点不到呢有点 哎 CW又没滑出来 是 阿捏属于休息的太久了是吧 两个选手恰恰相反 哎 哎呦这边也没弹出来 嗯 CW 整体的速度会再慢一个 好东西 挑的还是有一点肥 但是领先的距离速度大 而且阿捏在后面跑的也不是很顺 就是足以见得 其实这辆组对一辆选手 甚至说包括其他选手来说应该都是 意想不到的一辆赛道 甚至说他们现在会用机甲跑这辆 但是你让他们用A 还是有点陌生 对 就基本上在联赛场上是不会登场这样的地图的 对啊 33 35都跑不来了 像之前跑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像阿诺 阿诺偶尔还会打一打用破风 然后用到机甲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在一些关键局选出像这样的冷门赛道 但其余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去选这样的地图来 在前期去打的 嗯 风仔先拿第一分 这种阿尔法 所以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冷门赛道啊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可以默认一些冷门的图 你都可以只练机甲 然后有一些选手反其道行持 我打一车了 因为大家可能就练度确实照顾不过来那么多地图 那像这种图像在过这种图的时候 可能A车稍微过一过 然后你真的要主要去练的话 可能练的机甲会更多一些 这样图作为首途确实挺不耐 尤其是随机出来的时候 没有准备的时间 这次是风仔领先的开局 这图不用太纠结了啊 我觉得这两个选手应该选图会比较交替 前期的话我觉得地图应该不会太纠结 然后还是打到后半端 而且两个选手的风格来说都不太是会让车的那种 看就这两个玩 看就这两个玩 重合着跑了两个玩啊 就能够感觉到苍瑞还是对方挺强的 对 就凯蒂优势发挥不出来 然后整体苍瑞感觉 这张地图上面可能会更适配一点 哎 现在是 是阿妮选的 对啊 阿妮大风来选这张图 嗯 哎呦 这真是 感觉大家理解不太一样 是的 看一下吧 呦 阿妮刚才在听我们的解说 听我们解说 哎他没选 一定有问题 嗯 让我再试上一次 我被洗脑了 雪山雪山 然后自己一下啊 雪山 哎呦水也没喷 哎呦 这270的速度 这 这雪山追不了啊 嗯 投票 没弹出来 点了个快速辅救了一下 假装自己没脱过 又开始在 进入到他第一局跑图的节奏了 嗯 所以阿妮 这个完成度 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图 嗯 你看一下 封仔这把要是 还能跑一个 因为有失误嘛 还能跑一个 十六打十几小这样的场地 那我觉得 真的 不选 没到底 嗯 自己忘了 哎能不能跑十七中的 我怎么办 尝尝一下 没蹭了一下又蹭一下 嗯 后半端子多一些 十五会多一些 对 你看这个真的 十七 挺随手 嗯 这么多十五 攻击风载 再拿一分 二比零 阿妮有意思啊 哎 为啥不选 我替你试试 你自己感觉一下 嗯 给咱俩一个答案 嗯 看完这个以后 就更加觉得 为什么不选 至少像要以秋冰沙来说 应该要稳住了 嗯 嗯 就不选 这个也 感觉也有别的解吧 就感觉秋冰沙 太冷门了 就想不到 嗯 一分十七秒 二五 一分十八秒 七五 二比零的开局 嗯 下一局阿妮再来选 其实阿妮前两场比赛 虽然都赢了 大家也真的都摸自己的 呃 心态 拿架 他在心脏局 能够稳定发挥 是 第一局就是完全不在状态 然后第二局打的时候还可以 嗯 但现在感觉又回到第一局的情况了 对 以他今天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没有特别准备力 方仔会比较摇摆一点 诶 什么意思 再打一遍 这方仔刚才这张跑这么好 嗯 嗯 这属于凌轻我替你试试 看看是偶然的还是真脸了 我不相信 看错吧 这几张图打的就挺有意思的 嗯 就你感觉他能赢什么图 他就要试一试 来看起步 起步落地以后 下面一关道 水尾 风仔挡住了阿妮的位置 去 落地看这边切内道 嗯 下来 几乎一持平 好 那两个人在路线交错过来 不太好找啊 这一度比较危险 阿妮刚才那个点标 直接点出去了 是 阿妮的路线 落地对比风仔还要快 甩过来 风口温顿 对 看 连续的看着点标了 风仔这个路线挺极限的 但是就没有拉近距离 呃还有对抗的机会吧 看这边连续出弯再拉起手速 那一道想去卡 但是有点 有点冲动感觉 对 就看阿妮前面只要 发现脱飘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问DiaCWW断攻下来 快速出弯 一路延续到底 你拿下了这一局 神珠千果红罩 哦哦哦哦知道了 变皮啊 就我还没发挥好啊 我还没发挥出我全部的实力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就赢了的 大家告诉你 我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就很难评价 说的话算你走远 我们再来一把 他还是懂拿捏别人的 嗯 没有发挥全部实力 就足以将你展之于马下 哈哈哈 所以你要说比赛的心态 大家都挺好的 嗯 尤其对于他们俩来说也是老对手的 对 我记得上一次抢四对决的时候 好像也是2比0还是3比0的开局 在抢四的话 大家心里压力其实都会大一点 你像这种比分就正常多了 就上一次对决就是 嗯 最后是打了个4比2嘛 但是感觉前期好像也是封载 也是优势开局 这个端空标单看封载的细节已经很好 但是对比之下阿尼那个落地要更快一局 是的 角色江西 嗯 这个图选的合理 嗯 针对了一种风仔 再给风仔上一个 考验一下 反正打那么多图合理的不合理的 只要是他想打的都能选出来 而且其实跟上一局的这个图池 看上去差距也不大 看起步 起步都在两把位置卡住 弹射过来的话 你脱飘了 对脱以后还能够走路过来 影响并不是很大 他把蓝色WCWW 把风仔的车身给绕进去了 嗯 可以有这个速度 看一下落地 还有再抓着 有点好 每一次下来的路线 感觉风仔都有点摇晃啊 是 不太好 就是直接进行下一个弯道飘移 调整还是比较多的 但都能过来 就看后面 能过来 对 对 突然下一个 贴死 几率是很小的 但是就看大家调整的时间点了 对 这一次是阿尼在前 公仔这个点条路线电的真的已经登峰造极了呀 很极限 肚子也能拉近 对 他又小拖了一下 来看一下前面这里他会不会拖 这个解释 但没有太困难见 嗯 但是这样的距离 你会能够到吗 有机会够到 感觉能 啊 但这个够到以后能不能收获到效果就不一定了 是 下一个弯道容易出 小甩 小甩是理智的 哎 直接强内到但自己出弯 才够 对 阿尼还是卡住了位置 再翻回一分 2比2 双方战屏 就两个人在 0.13秒 视觉上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阿尼感觉他的ECU释放的会更快一点 然后封载由于是想更多的去干扰阿尼 所以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点ECU 对 所以他的车身是完全拖到了外道 然后再去释放的 2比2了 这个比分合理啊 打平了 这次就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 对 对 包括可能前两局阿尼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现在也 能慢慢调整回来吧 对 这场比赛 有可能也得来个十三局啊 肯定10局以上 其实差0.13秒 而且 又是一张同车赛道 现在三张不打完以后 只打了一辆机甲 就是哈雷克的神经千古红照 应该也跟上一轮差不多 不会在前期出现太多的一个机甲差距 对 对 看两人对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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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一关还是挺刺激的 阿尼这个ECU标出来的路线很正 是 0号 0号刚才也是封载了面脑宁星的时候选择猜到 这些地图感觉都还行 嗯 这时候是封载可能不是针对 就是自己比较有自信的对 感觉他们其实彼此之间互相选的这些图 没有太多的针对 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节奏来选的 起步 起步过来很快 这个距离 在这张图就是非常安全的距离 最主要就是后面那个弯道只要扶不到就行 看几个视野点的后追吧 我感觉这张图后追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比较困难一些路线上面的神色 而且时间太久了 没有那么难了 前面前面起上坑 终载路线没有问题 做基第一圈是两个四十五 eneer 他就留分DWCW 對 看下來沒有給太大機會 而且距離感覺越拉越遠了 風宰整體的操作連貫性會更好一點 是的 哇 沒機會了已經 风仔这张图现在是真的稳啊 第一圈四十秒五四 而且这一次第二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情况下 看一下最后完成时间二十九秒零九 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极限程度 真是没得注意啊 3比2风仔仍然保持领先 这张地图和这辆赛车的绑定时间感觉有点太久了 是 这后面出了那么多车 有没有人说想要在这辆地图上面进行一个赛车的更换 嗯 相差近零一九 张安这个成绩也不慢了 但确实从他视角来看感受不到那种负追的机会 追不上感觉他也没有说有失误 但是距离反而是越来越远 对 对 这张图就是两位专手之间细节存在他一个赛道 是 二十九秒零 哎 但是机场 但是机场 机场 机场这张图啊你最近什么感觉的呀 嗯 最近打的也很多 但是胜率也很痛 嗯 那今天就是在对抗这边没有无所 嗯 不会到了我们在联赛 刚刚认识他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机场的狗狗哥啊 嗯 嗯 最近还没有劳斯莱斯呢 是 已经是比较古早的时候了 嗯 他的ECU释放节奏跟其他选手一玩家都不太一样 大家都去学他的ECU释放方法 然后后来发现他那个并不是ECU释放的快才快 是 节奏 嗯 这样子老王子了 他起步 第一个弹射 就风在这边起步的优势感觉就 没有占据太多 是 哎这边被挡了一下 挡回一下 挡回一下 挡得有点湿 嗯 对这样的话 后距离 有点远 其实像这样的赛道 如果你要是能够跟紧的话 那前面的选手迎跑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对 这样的话对应发生失误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嗯 但是阿妮这边的断空节奏感觉会更好一些 那这边出完又慢了 对 那如果你像这个距离的话 除非直接冲撞 不然的话 还是碰不到 甚至直接冲撞 可能相较于刚才压力都有点大 是 距离还更远一点 我这边又甩圆了 而且脱飘以后 这个快出点的 还慢了很多 没有太多的调整 这难道是图的原因吗 就感觉他第一轮也是打这样的地图 然后感觉也没打出来 有这个可能 就可能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打之类的赛道 是 嗯 就像可能有一些猿狗 弹射不管不加的时候 打弹射的赛道 也容易死亏 一样 一分十九秒二 厉害 这边就管过来 4比2 这个是练一下 是 反正这把也没有了 我练一下 如果那下次再相似的位置 再出现了 这种情况 我怎么才能够弥补上一局的0点 调整的更快一点 这两人交替连打2分 嗯 跳规律 挺好看啊 还都是往一个黄羊抱拳 抱胸 这看得舒服 嗯 很顺 如果说两人拳手能够打满十三几的话 咱就六个翻一篇 六个要翻一个 再来一个六 还这样 然后 最后 最后谁赢了 中间就放一张玩事 没有顺序感 嗯 嗯 强迫症感觉极度舒适 嗯 得到了拯救 嗯 现在又得选图了 嗯 嗯 安妮来选 我感觉他打疯仔 如果选特陆一的话不太好打 包打 嗯 封载特陆一也挺快的 对啊 而且封载首选特陆一样 刚才打明星的时候 刚刚回放 亚特也包打 对 对 对 亚特也是之前他们俩在联赛场上打得最多 嗯 嗯 亚特 之前 其实封载要强一些 不过 信 2023下半年 阿姨的那个亚特 强的可怕 但 后半段就是封载用点票以后 就感觉他那个细节会更快一点 大家 在那场主理解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对 就有些小细节 小跑法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 而且用的封载用的很好 嗯 但确实时间也过得比较久了 所以大家在练度上面 我感觉应该也都有提升 就跟可能刚出来那个跑法的时候不太一样 赤城红眼 把冰破打了 就防止出现让车的情况 嗯 你啊 你这个起步 就是 一会儿出的来一会儿出不来的 对 一阵超神 一阵超神 嗯 阶段性的 是 哇 这落后距离 后来不给机会 太远了 基本上是很难追的 对啊 而且 现在又开始 阿妮的封魔选择了 阿妮选了几张 一二三 第五张了 对 光打你选择0号 这张是第五张 哦 这起步出来就已经没法追了 完全对抗不到 对啊 后半段 其实阿妮 跟的这个距离 跟的这个距离就跟起步差不多 也没有说出现太大的失误 写作也很好 完全单击 完全干扰不到的话 这局就要结束了 好 零六点四 恭喜封仔 五比二 还差一分 骑士赛点 阿妮 这一场 没有 给上压力 起步就没人了 那这一局打完 感觉可以打亚特了 现在打亚特的话 封仔没必跟你出来啊 封仔现在 没必要不跟 因为分数在这 没必要 对 分数在这也没必要让 想要求稳的话 其实现在 只要创造一首赛特优势 一方比赛优势更大 但 其实以这前期局的状态来看的话 其实封仔本身就是优势了 对 他本身的状态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优势 而阿妮的话 他还在一个调整的状态当中 包括在起步上面 可能影响也很大 尤其现在 在分别起步还有优势的情况下 在选到他很喜欢跑的赛道 这样的话就 没有什么会犹豫的 是 而且在前面都自己都甩起来了 这跑板 最后稍微求稳一点点 老街工地 他打手严均 就现在感觉 阿妮的节奏有点乱 但是他选的呢 又都是节奏赛道 挺 机场算是路线 去轮红叶和老街工地 对吧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真的说 都选他可能 之前常规会选择的一些图吧 是 选图方面是没问题的 但就是 目前的状态能否去承受这些赛道 再看 阿妮起步 这次阿妮起步又超神了 对 起步顶先一个万车身位 状态起步有点大呀 就起步 可以啊 哎呦 直接先拐到左边去了 是 又蹭了一下 蹭掉一个小分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失误呢 就那个点 明明要衔接快出的 但是又提前往左拐了一下 你拐过右边做了呗 嗯 就是很诡异的一个 嗯 转向 其实阿妮现在解脱很快的 如果要能稳住的话 成绩肯定不慢 他这张地图本身之前也跑得挺快的 而且那次的那个成绩他自己也说了 四皮5.1 上次是跑了一个多少 然后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成绩怎么跑出来的 就可能自己平时私下也没有跑出来过 哎呦 这这个快出什么意思 这个太僵硬了吧 这里 抓地平跑 这第一圈 这一把 还下来啊 白跑了 这一把 也能够把自己的气质往 往起来打一打 对 第一圈的节奏是没有问题的 嗯 没收到连续 看这一分也能拿下 就是一个33秒的成绩了 是 第一圈跑4-6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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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比3 下加你再选 123-6 该选第7张 嗯 这10张图可能不太够啊 如果今天来选的话 就练10张不太够了 对 今天看有没有多准备一点 嗯 你可能 你准备 这个 最开始打 每一位 啊 最后一打阿神 嗯 然后把悟空打起来 把这三位的 图全都准备 出来 但是你单说你打一轮当中啊 如果你选了10张图 然后你最后还能赢呢 那将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在前期 可能去想象 是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是的 是有这个可能的 对 是 就对方始终可能压你一分 然后到最后 然后打最后一张图的时候 翻了 一样 然后翻了也不是没可能 嗯 阿妮就一定得要起步优势 现在打 跟打之前宁清一样 起步放他出去了 那就有点危险了 对 对不上 啊 这也就是乖猫 那个飘移点瓦 就感觉他就是明明已经要开始起飘了 但是又莫名其妙 往左边拐了一下 对 或者就是侧身被测出来 这种操作难度还挺大 是 长城 这是阿妮本上米克选的第七场赛场 好 需要 目前还够用 够用 够用 可能再打会儿 长城又是双王图对决 嗯 这张图阿妮 打过太多硬仗了 来了 看下起步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断空 反射过来 阿妮这路线也很好笑 你干扰一下风带 对 干扰不到 但是自己也能设立过来 能跟住 有一段长远续下来 对 对 但是还是没想在那个点去碰过来 应该想 哎呀 想多了 现在啥也不想了 怎么会起的那么早呢 想想下一张图选啥吧 嗯 啊 这 赛点 其实刚才那个距离真的有这个后堆的 感觉他判断失误了那个点 嗯 完全丧失判断了 对 这个赛点风带拿的有点轻松了 嗯 再出发的蓝色过来 就看最后一个飞跃 对 阿妮的骑士点会有点怪 就某一局他你感觉他骑士了 哎 稳的稳的 他有点太靠外了 然后甚至是走了一波外刀 感觉快掉下去了 嗯 6比3 已经来到了风仔的赛点 是的 阿妮想赢的话 现在就要 天大四分 像刚才那波飘鱼 你就感觉他是 被带到路线了 然后 哎 自己起的时机有点过早 你看啊 现在选了七张图 嗯 因为连选三张如果都能赢的话 刚好选到十张图 然后风仔选一张 如果阿妮还能赢的话 就是你说那种选了十张 选了十张 然后还能赢是吧 对 真的就很难想象一局比赛 你真的能选十张 然后你最后还赢 是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逆风翻盘的局面 就整局比赛你都是逆风的那一个 对 那都 那都被风水蒙了 对 冰面又是风仔 对 这盘 很难发了 这局真的难打 嗯 他不是不是属于那种 可能 差个一分两分的那种 你差三分 你要连追就很困难 现在要连拿四分 嗯 今天的状态确实不是很在线 还不像风仔那样 风仔是呃前面可能状态不太好 然后中间只要调整过来之后 后面就能一直保持住状态 但阿妮就是一局状态 然后一局就是又感觉呃整体的节奏又乱掉了 嗯 哎 其实我觉得啊 呃 阿妮这位选手 他是 在 比赛开始之前 不管是面对谁 就对待到 风仔也好 宁青也好 他都是对给你带来 无限畅想的一位选手 是 但畅想过后呢 结局不一定 有的时候带给你的是欢声笑语 有的时候确实是热血澎湃 是 你看这一把就有点搞笑了 就不知道在干嘛 猛的开始 然后戛然而止 嗯 突然结束 对 西部 嗯 打麦凯伦 看来今天是没怎么上机甲啊 看一下啊 呃神都上了一辆 嗯 没了 对好像就没打了 对 就神都上了一辆 就没打机甲 嗯 阿妮现在又不能选机甲图 对啊 其实也能选 他风仔跟不跟是吧 嗯 但我觉得风仔能跟一把跟两把 不可能一直跟 呃 中优还是要赢了 想到底现在是六分 嗯 你真跟两把还没拿下来的话 那 鼓子还不跌有点大了 对 那前面 卡满器 转移进阶 提前 出弯 WCW 对吧 还是能碰到六分 是 那现在0点25的时间差距 不太好碰 是 这边出弯 节奏段还好 看下一个点子弹射 嗯 反过来 也都没有歪 那这个距离的话 应该是碰不到了 碰不到了 哦 这个玩真的拖得很贴 但是还是碰不到 嗯 最后 感觉快 没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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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危险啊 0.3 如果风在不是没喷的话 那这个有可能要直接绝地反击了呀 是 6比4 你扳回一分 比赛还在继续 现在选了8张图 第9张 现在机甲都没上 想想啊 特洛伊环城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一个比较球稳的选择 应该 打打 像 每周一号 对 就这种图 一号 哈利特也没了呀 你说拿木影青龙的话 是吗 圣域也高 但是 我估计不会 就是风仔其实可以拿 他有容错率 嗯 但会比较危险 我觉得 我觉得 拿了木影青龙 没拿到分的话 就必定6比6了 那就6比6了呀 然后他就选 就只有一手选独拳了 嗯 会比较危险 嗯 而且 阿妮这个最终局的军阶能力 真是相当的强大了 就他好像也不怕对方选什么图 就是你选什么图 他也不是很 就是有针对性 不是很在意 对 没有太多的针对性 就最后一局 他打出来的就是一股气势 嗯 我今天真的要选10张图吧 我其实选10张图 不管输赢 都是勇士了好吧 对 都是战士 就你前期已经这么劣势了 然后你还能 在后面选10张图 还是要比赛技巧 就说明真的 后来 谁都不想跟阿妮打 你这逆风去打的真的 都不得劲 很能熬 嗯 而且你看这个对方 嗯 就阿妮越到这个 生死边缘 他这对方越不讲理 对 就感觉他已经无所谓了 嗯 你这个是没喷的 嗯 如果有喷的话 0.3是能跟上的 星梦 打流火 也行吧 行了 嗯 完全可以 对 现在这个时候不管选什么图 只要风仔跟阿妮同车 就没问题 对 看这张图包括熔练车间其实是颠甩 特别特别厉害的材料 这种路线图 嗯 看起步 哎呦 这个起步 没起来 那这局有点危险了 刚才西部长城起步阿妮都出来了 但得看过 过过关车的路线 轻点一下 轻点一下 楼圆上了 十顿 我这个一甩甩的很极限了 嗯 这个一甩甩的很极限了 嗯 这个一甩甩的很极限了 嗯 这个有点危险 都很完美 风仔也是完美的 对 但这样的完美路线 没有起到任何的后织效果 对 这个是挫败感的 啊 感觉风仔前面也很细 这细节 真的拉近了 这边WC大W 太到位了 最后的一个对抗点 风仔太靠内了 但是卡住了阿妮的内道 但是最近卡住了阿妮 现在速度还是风仔靠前 最后一个弯道都是快出 速度车头上面是阿妮更快 是阿妮 0.05秒 比赛还在继续 6比5 1 2 3 4 5 6 7 8 9 选了9张赛道该选第10张了 来了 10张图今天一定打满啊 不管输赢 今天一定要把10张图选满 哇 真猛 阿妮真猛 真的他这打逆风局是真的无敌啊 就不管今天状态如何 但是确实这个逆风局的状态 我是佩服的 我觉得这个音可以改一下了 别叫阿妮了 叫啥 阿妮 嗯 逆风的你 逆行的你 对 逆行的你 阿妮 哎呦 这都能打回来吗 而且你会发现他那个细节 做的不是很合理 但是他就会在某个某一个节点能够够到风载一下 就是 就是 尤其是刚才第二圈下第二个过程车 风载的路线其实已经完全歪了 但就是 蹭了一个内道的优势 然后把阿妮也定开了 但最后一个弹势的弯道他还敢去挤内道 下过车车之前更离谱 对 阿妮是跳起来了的 就是点飘跳起来 跳起来是慢的 对 但是他啪啪啪啪啪 全点掉了 我不管 我就是先过再说 就我不需要这么多小喷 我得跟你并肩并才行啊 你落地才有机会嘛 压迫感必须拉满 也不能让你 就是发现我失误了 对 看不出来吧 你作为他的对手 在他对手的视角里 你就是看不出来 确实 他第二拳跳起来 啪啪啪啪三段延续 全点了 而且他前面那个弯道 是怎么能够做到那么贴出弯 那么快的 这个上坡弯道 就这里啪啪三个弯道 三个弯道 然后拐了一口内线 就下来以后咱再说 咳 看最后这个对抗 硬紧 就硬紧 就硬紧 然后最后拼车头的方向 拼车弯的速度 还得选特罗伊 没没图了 只有这张图 就是风仔一定不会让车 哦 风仔说我打的真累 能让了 上一局是他追 这局是被追 这局风仔如果让了的话 选光河呀 呃对没哈利特了 嗯 那风仔他可能也了解风仔 我选一张 你也强的图 对你想让也让不了 一张赛道 大家硬碰硬 第十张图 阿尼本场比赛的第十张选 去步 小微压制住 那第一个弯道没扛住 被风仔钻了一手内线 但风仔地的弹射也没弹好 是 安静赛斯莱的领先 那以后 看落地以后的路线 都很极限 对后之位也要注意一下 哎呦断空下来太空内了 直接撞停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你说的不会吧是哪个不会吧 就 就你想的那个呀 嗯就是我说的那个是吗 对呀 我说的也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说毒奶 而是说 他会形成 两个选手之间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气场 嗯 一个是这都能赢 一个是啊我这都输 我这都能赢 就前面已经是六比几啊那会儿六比二吧 六比三 嗯 这最后主要不掉下去就行了 是 哎呀真极限的 他怎么越到心脏局跑车越这么跑啊 就越到后面 关键局啊感觉就越没问题 对 假笑 1分30.78 然后第一圈跑快 不然又是一个29 选了十张图打到六比六 真选了十张 对啊 就十张 就雪山之巅 神都呛无罩 角色江西 然后中间穿插了一个风载的 梁澳十元场 对 前面打二屏了嘛 然后后面又开始了 急风机场 赤城无叶 老街工地 就现在都是他选的 就面板展示的都是他选的 对 就从这张开始 嗯 连选七张 真的我是凤仔我已经打累了 凤仔两场比赛打二十六局 真的 这如果要晋级的话 哎呦我去 还得再打一会儿 三就是晋级以后是抢五没有熬战吗 嗯 但要打BO3 大局BO3 对 三九二十七局 打满的话二十七局 二十七加二十六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三 啊五十三对 五十三局比赛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九 六十七 六十五 不单单是弹射的问题 我觉得他现在也有点可以 有点打泪了 对 他现在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了 所以我们在打比赛过程当中也都经历过 是真的有点打泪了 秋之物语 选完秋云杀又选个秋之物语 我就很难去评价这一张图 但这张图更冷的发展不错 但是我觉得就是太老了这张图 就刻在大家骨子里了都会跑 对啊就是因为都会跑 所以这张图输赢就不好说了呀 对 看起步 诶起步特了一下啊 起步能占据点优势 是 双杀过来 特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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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阿妮这边好像提速还要快些 对 这就感觉他提了两段速 这就上压地了吗 留着地困吧 留 CWW 好 还想再碰一下 但是暂时还够不到 没事 这里再就一个夜 有机会啊 前面感觉封在这个路线 完美 但是阿妮这一台 带上墙了 那机会不是很大了 会把断 嗯 后边没什么机会了 这边有什么输点了 这里放慢一下节奏 把弹器断掉以后 直接抓地平跑一下 以后再出弯 可以可以 最后两个 这个弹射 有点危险 没出没精进到的话就危险了 最后还是恭喜RST风仔 7比6的比分战胜了 一三一挺进决赛 真是打得不容易 真不容易 因为这场比赛 风仔肯定是捏了一把汗 是的 尤其是中间这几张图 连续被后追 对啊 这什么 函射问题确实在 对 但真的是打到蓄了一位 那张图 失误完以后 我就想不会吧 这场比赛 我觉得两边就要 都打出了自己的东西 对 别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这个心态也能就是进一步的锻炼锻炼了 是 哦这风仔最后弹射要没进进道 危险真危险 对啊 因为你不进进道是一方面路线的损失 然后你拖成那样了 速度上也得损失 对啊就就怕在人生的岔路口 左边有路右边有路 结果他选择了中间 嗯 直接撞停了 对啊 好在 呃过往的一些经验嘛 也都能够在这种时刻帮助到自己 当时风仔的那个调整 就很明清 他没有急于去点快出 因为点快出也容易出现二次团队 对 啊这车头还在往左拉 点停滞是最好的 会虽然会失速吧 但是起码能控住 对 啊今天阿宁也已经打了三张比赛了 啊前面应该是5加 5加7 是吧 这节奏就对了 奔回了之前亚洲杯 对 12 12局呢加上这个13局 打了25局 辛苦了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嘛 去亚军跟季军没差多少 但是少了一个去争夺冠军的机会 还是有一点可惜 嗯 有一点可惜 不过对于阿宁来讲 确实在今天的比赛打了很多逆风局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任性 以及在决赛的时候 在落后的时候 他的态度 阿宁 闪 明 мало